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人 准备了 什么人敢闯太极门 小子 我们的目标是猪飘翼 快让开 好狗不打到 怎么 你不敢跟我打呀 少废话 上 如风 朱飘翼 你还真在这儿 给我上 这位就是 太极门的掌门陈清泉吧 我等来此只为猪飘翼 还望您能尽早交出猪飘翼 不然 我可不敢保证 我的弟兄们 会做出什么事来 尔等公然在太极门作乱 实在是过分 赶紧给我退出太极门 否则 我对你们不客气 不交出猪飘翼 我们怎么舍得离开呢 再说了 我还要领教太极门的厉害呢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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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是太极 果然名不虚传 今天我不跟你计较 不过 我们还会见面的 后会有期 走 队长 队长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没想到台积门竟有 如此高的高手 看来不能强攻了 队长都不抵他 那我们以后可以怎么办呢 看来 我们现在只能回去 搬救兵了 急什么 再想办法 走 下场对阵的是 许东和朱飘逸 许师父 谢谢上次的赐脚 请 诸师父赐脚 本场获胜的是 太极门主飘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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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场比武士 李不明和马尼尔 好 本场获胜的是 马尼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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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场 张小然 师哥 你太厉害了 不理 累不累啊 不累 跑 你 本届武林大会决赛 即将开始 对阵双方是 朱飘逸和马宁儿 请两位登场 师哥 小心点 放心 我会赢 宁儿 承让了 希望你全力以赴 不要藏实力 你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那就好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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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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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不要再练英爪工了 英爪工能吞噬人的良知 让人变得阴险 本届武林大赛的冠军得主是 朱飘逸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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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你没事吧 没关系 你在我心里面是最棒的 师父 我赢了 我看到了 朱飘逸 你是我们太极门的骄傲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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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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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 家政不行了 这已经是我打倒的第四个了 看来中国武术 太让我失望了 什么东西 却是花拳袖腿 我已经替了暗示三家武馆 没有一个人能打败我 没想到你们上海国书馆 这么让我失望 你 你是馆长吗 来 和我打 如果你输了 让我来当馆长 我要把你像筷子一样折断 你干嘛 馆长 让我上吧 不 他既然提到我 我就必须上 你们别拦着我 我来 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 我来解决就好了 这位兄弟 你是 刘馆长 等我教训教训这小子之后 再自我介绍吧 这位兄弟 武术是用来强身健体的 不是用来打架斗殴的 我这叫先礼后兵 如果说你再不知好歹的话 那我就要动手了 你们中国人话真多 打到你后再说 这位兄弟们流血 所以说行 你是否会宜 我拦下去 你自己会拦下去 你自己有胆子的 他就怎么拦下去 你死定了 差点打败他了 现在你上来了 算了 你来吧 飘忆 小心啊 我说不定实习惹 你怎么想起来 这只使最必有的 这只可我 我无论 我们的父亲 自己的性loo 你把你勸赏了 力气还不小呢 来 如风 没事吧 六馆长 你们武馆不是人才技技吗 我花这么多钱养个武馆 不是要你们丢人现眼的 大帅请息怒 馆长和这位兄台 只不过是礼让罢了 本身就是切磋武功 不过 在下对中国功夫倒是很失望 没想到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 谁说中国功夫不堪一击 你是谁 在下朱飘逸 口气不小 你练的是什么功夫 太极拳 太极拳 就是被我打倒的 这位兄弟使用的功夫 他是我师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明天可以再来 到时候 我再陪你过几招 不知道崔师傅 可否赏脸 如果还是这种水平的话 我想 就不用浪费我的时间了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难道崔师傅你害怕了 笑话 我何时怕过 好 明日我定来赴约 希望你不会让我太失望 你就是朱飘逸 你就是朱飘逸 是的 好 希望你明天不要让我丢脸 我会全力以赴的 听说昨天的陈师傅和你的太极拳都出自陈家沟太极门 今天希望你能好好证明你的实力 否则 我会对所有练诸国功夫的人 都产生怀疑 什么东西 至于这么耀武扬威的吗 少安勿躁 城外与否就敢飘逸的了 承让 今天飘逸 为什么打得这么散乱 飘逸今天不主动出招 而是看着崔正金出招后 迅速地做出反击 也不便应万别 这样 反而崔正金无从判断 也就无从下手了 原来如此 它没关系 开门 不 108 或7 而且 Carne 我败了 任凭你处置 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 你走吧 朱姨啊 干得好 别乱说嘛 有什么话等赢的比赛再说 这 话多得是呢 朱飘义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就开始吧 稍等 今天这场比武如何才能分出胜负呢 如果输的一方不认账 岂不是白忙活了 张大帅 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曹大帅 你 我都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人 战场上输的一方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死 所以 今天这场比武应该改成 生死决斗 您的意思是 这场比武还得签个生死状吗 生死状 飘义哥 他们这是要置你于死地啊 是啊 飘义 绝对不能签 嗯 朱飘义 你要是害怕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朱飘义 你怎么看 如果你不想签这个生死状的话 我不会勉强你 既然我答应比武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我同意 朱飘义哥 好 来人的 上笔墓 朱飘义 你现在上去阻止 也无济于事啊 可我不能让他冒生命危险啊 有的时候男人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醒醒我 朱飘义不会有事的 怎么 朱飘义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朱飘义 寸 算你躲得及时 你躲得 龙头杖的 龙头杖的 朱飘忆 你从哪里去了 龙头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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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习武之人 应当有武道精神 既然签了生死状 我看就得遵守 大帅 我看还是算了 我们练武之人 应当仁慈宽容 我已经废了他的武功 如果再夺他性命 未免有失武德 朱师傅 难得你有这样的觉悟 那好 听你的 谢大帅 朕咋睡 救我呀 废 真给我丢脸 来人 我得给我抬下去 朴宾 朴宾 真是好样的 这一次 你可是为了你们 陈氏太极争了光了 是啊 朴宾 我爹要是知道这事 肯定为你高兴 朱师傅 朴宾 难得你年纪轻轻 既有这样的武学造诣 可真算是我们中华武学的骄傲 佩服 佩服 谢大帅 不过 不是我武功超群 而是太极拳本身博大精深 我所发挥的 只是他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对了 对了 今天晚上把宴席摆上 让大家一起高兴高兴 乐呵乐呵 好 你们先下去 是 队长 你 我 我已经成了废人了 马宁儿是个方八蛋 千万不要去找马宁儿 你 不是他的对手 队长 你好好养伤 你 你 马宁儿 你给我出来 马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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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对 我就是来娶你狗命的 你不是说杀了朱飘逸就来杀我吗 你怎么会败给朱飘逸啊 你知道我为了这一天 我会上了多长时间吗 门铃儿 我知道你昨晚会来报仇的 但是没想到会是今天 你要杀我 就动手吧 铁儿你这么喜欢死 我就来满足你 我现在就把你交给我的鹰爪供 全部还给你 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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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高一点 继续 收 请各位记住 无论是学习什么功夫 都要明确一个宗旨 功夫 是强身健体 提高心性的运动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用来自华 在国家威王之际 还可以用来保家卫国 但切记 不要张扬炫耀 更不要欺凌弱小 大家记住了 记住了 好 今天就到此为止 你们回去吧 谢谢周师父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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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国术馆的宗旨是 金武强身 传承国粹 我们以武会友 增进交流 一向遵守公平公正安全的原则 好 我下面宣布 国术大赛正式开始 有请第一列出队的二位选手 我宣布 国术大赛正式开始 多谢 下一组出场的是陈如风 对战的是金刚 如风 别紧张 打出你自己的节奏 比赛 开始 打出你自己的节奏 我宣布本场比赛获胜的是陈如风 打得好 最后那一招太帅气了 下面出场的是马宁儿 对五十林 我宣布 比赛 开始 打出你自己的节奏 别人 别人 不要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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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春 我去方便一下 好 凝儿 凝儿 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不要再来纠缠我 如果你想要跟我交战 就到擂台上去 比赛 开始 陈如风 获胜 我宣布 马尼儿获胜 陈如风获胜 这一局 马尼儿获胜 这一局 陈如风尚冲 马尼儿获胜 马尼儿获胜 快速密集地进攻 你一定不能乱了阵脚 我明白 其实输赢根本就不重要 我能打进决赛 就已经很满足了 但是我一定要借此机会 好好教训一下马尼儿 马上就到了我们国术大赛 重中之重的总决赛 下面有请陈如风 马尼儿 请双锋上场 我上 加油 比赛 开始 手机编 五 六 七 六 四 六 六 七 六 走 古风 古风 给我自己不小心 没事 骂您二人 一定也不容易 我们回去吧 来 安静 安静 我宣布 国术大赛的第一名是 马尼尔 好了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还有一个事情要宣布 我正式邀请马尼尔先生 担任我们国术馆的 武术总教练 你们谁是马尼尔啊 我就是 我们大日本空手道高手 河内晶 正式向你发出挑战 你就是河内晶 你 我 决斗 我不会随便接受 别人的挑战的 我看各位还是请回吧 你得 落府 喂 你说什么 住手 住手 简直欺人太甚了你们 谁说马尼尔怕你们的 马教练 这帮日本人都欺负到 我们国术馆头上来了 你不会害怕 输给他们以后 就毁了你国术冠军的名声吧 马教练 这个人荣辱和民族大义 相比哪个更重要啊 我觉得男人大丈夫 宁可战死擂台 也不能苟且偷生 对不对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好 勒太监 好 勒太监 万众瞩目的日本空手道高手 何内金 挑战国术馆总教练 全国国术大赛第一名 马宁儿的比赛 现在正式开始 一定会去产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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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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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虽然说 不太喜欢马宁儿的为人 但这毕竟是中国人 和日本人的比赛 虽然看来 这河内京不怎么样 但却是招招致命 条一 你怎么看 我的话 他根本没有听进去 咱们可以用硬碰硬的方法 我 我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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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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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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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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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啊 快起来啊 起来啊 起来啊 他 我 送他去医院 好 来 快 大家看看 这个马宁儿 被日本人打成了什么样了 这简直是丢我们中部人的脸 丢我们国术馆的脸 我在这儿宣布 从今往后 马宁儿跟国术馆 断绝一切关系 飘逸 今天的比赛你一定要赢啊 飘逸啊 一定会赢的 飘逸 你先走 我们能应付你 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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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刘会长啊 您跟朱飘逸不是一起的吗 您怎么早早就到了 逃到现在还没来 他不会是因为窃战 故意拖延比赛时间吧 我丑话说在前头啊 他要是迟到的话 那可算输 飘逸怎么会窃战 他已经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 你放心 党不会迟到的 好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我说个事啊 本场比赛是由朱飘逸先生 主动发挑战给日本河内惊先生的 可是他本人现在还没到 咱们凡事得讲个规矩 讲规矩就得按规矩办 离比赛开始还不到一分钟 如果他迟到将会算输 我现在开始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四 三 等等 我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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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朱师傅已经到了 那我宣布 比赛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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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放开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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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衞 四季比赛 猪瓢一火烧 好 小义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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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宁儿 你来了 对 你没有想到吧 什么事情 我想来杀你的 杀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 第一次 你们利用我 来敲诈大河沙场和螺石药业的股份 第二次 你们利用我的失败 来打他宣传空手道的目的 这些都是你的主意 所以我要你付出代价 你杀得了我吗 现在 我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有什么区别 年轻人 你太天真了 İyi touch yeah 别让 他活不了多久了 把他扔出去 和内 加强巡逻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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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